县长徐正蔚在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陪同之下会见了第六届教育希望功成功被留美征选的18位学生 县长他勉励同学们要虚怀弱骨汲取国外教育经验 广交世界优秀人才传承台湾在地文化经验让世界可以看到华联 县长徐正蔚首先恭喜学生们要迈向美国去求学 他表示作为国际教育学生做好国民外交是大家要做的 将台湾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美好发挥在哄霸哄骂家中 并且在美国不同的学习背景下启发思考力 学生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同学成就国际上美好的友谊人脉 尤其是现在网络发达无波界成为一个地球公民在这一刻是很好的实现 公司来跟家长还有孩子们咨询要不要先终止然后给回来 有一些爸爸妈妈或者孩子很希望能够继续留在美国继续学习 那我们也谢谢他们在美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对于爸爸妈妈还有学生还有花名县政府 以及我们的原景安国际交友协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我想第一个原景安承办了这么多年第一个他有相当的经验 第二个是在美国的人脉有相当具足的人脉 所以也请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安心 同理或者是做好最好的国民外交也是我们大家要做的 所以家庭教育延伸到美国 让他们看到其实台湾的教育以及我们美好的家庭教育 在我们的这个后大后妈讲是一个很好的展现 现场学子们也预许自我介绍并分享自身于对出国后的期许以及目标 现在表示出国有非常多表达自己的机会要正向思考 幸福积极推动国际城市许多出版品 也有中英文对照 学生们也可以索取参考 记得讲述广播剧场